黄昏的6点40分 您收听的是AVN中文电台的都市二线 我是慕然 今天呢星期五了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法律节目 直播室有绿军律师的 绿军你好 慕然先生你好 听众们好 我们今天想探讨的问题呢 就是合同法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新移民呢 在整个移民到加拿大生活之后呢 都会和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关系 那么在发生关系有些事情呢 比如买房子啦 租房子啦 买私人两人之间买的 私售的汽车啦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要签合同 那么可能我们对合同的那些认识啊 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教育 加拿大的合同究竟怎么样呢 所以请地区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呢 有些什么疑惑或者 你们在签合同过程中 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一些没有想明白的事情 都可以打电话 4168701540 跟立军律师探讨一下的 首先我想问一下 立军律师 在加拿大的签合同呢 有些什么要求啊 是这样子 先说合同本身 因为我们从东方来的呀 往往一谈到合同 往往想到很正式的法律文件 是吧 但在这个西方 特别是加拿大美国的合同法里面呢 合同并不限于包括这个真正的 所谓 经济活动 法律文件很正规的 平常口头上的事也可以算合同 对吧 有人说要来帮你割草 你问多少钱包这个院子 他说八十块钱 你说同意了 这就是合同 这就是口头合同 那怎么如果说 比如有一位A军 他早来跑到我家拍门 说我明天来跟你那个剪草 说好八十块钱剪前后院 结果讲完之后 大家也就觉得这个合同约定了 明天早上十点到两点钟 他会过来 那么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他没有在规定时间过来 第二呢 讲好八十块钱前后院 结果呢 他只把前院剪了 后院没剪 但这出现违反这个口头承诺 那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的 对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就算是口头合同 他没有按照合同里面规定的条款 来执行违反了合同 那违反合同呢 小的合同跟大的合同一样 这个违反合同以后呢 这个所谓没有违反合同的一方 有权利让那个违反合同的一方呢 赔偿由于他违反造成了损失 嗯 就说比如说说好八十块钱 捡前院 那么他没有捡前后院 前后院他没有捡后院 那我可不可以拒交款呢 对有可能 如果你前后院的面积正好一样大小 他少捡了一半 你就只交他一半 只交他一半 如果争论起来 那这个事情跑到法庭上去 因为都是双方口奖 中国有句话叫口奖无凭嘛 所以立此为据 那口奖无凭呢 法官怎么能让法官相信我呢 对是比较困难 所以有时候口奖和合同就有这个问题 有不确定性 大家不清楚里面合同内容究竟是什么 对吧 但有的时候呢 双方很诚实 如果在法庭都承认合同是什么 但对合同的理解可能有争议 那样的话法庭可以做适当的裁决 如果合同本身的内容无法确定呢 有时候要看双方的行为 用双方的行为来判断 谁讲的合同内容比较合理 如果是有证人 又会好一点是吧 对那当然 口头合同中呢 双方在交谈的时候 有一个第三者在方面听见 那就可能会对于有方 对特别是客观的第三者 跟双方都没有厉害的关系 如果他听到的情况是怎么样 一般第三者的证词呢 比较容易接受 是吧 因为合同有一个大的问题 那就是说到口头合同跟比头合同 是这样的 有些事情口头合同完全无效 法庭不予执行的 比如呢 比如说涉及到地产问题 好吧 买房卖房租 这个所谓抵押贷款 这些东西 涉及到地产的产权的转移的时候 这个是无效的 但是呢 包括租业 包括商业租业 但是呢有个例外 这是因为贫穷法呢 改变了普通的这个传统的合同法 贫穷法里面呢 就是说这个房东房客法 现在是贫穷法的一部分 所以他为了照顾穷人 保护穷人的利益呢 这个居民住房的 房东房客法里面呢 是口头合同也算数 口头也算数 我们说好了500块钱租一个月 我交了500 有500的收据 这样的话 这是有效的 虽然这样的合同 也涉及到产权转移 居民住房也是一样 房东把一部分产权 都给转到房客名下 但是这个有效 这是唯一的例外 那我明白 如果就说假如我们 我去租房子 我跟那个 Onder 跟他们的房东 谈好是500块钱一个月 那么大家都是口头达成的一个协议 我租了三四个月之后 那个房东要求600块钱 那我就打到官司上面去来讲 就是说这个时候 因为是这个租订房子 已经有一个事实发生的过程 是不是能够更让法官相信 确实他们是口头是约定500的 对 因为你交房钱的 如果是现金的收据啊 或者写的支票啊 都一定程度能帮着做证明 另外就是所谓涨房租的问题啊 这个不仅是折合同法嘛 因为涉及到这个所谓居民住房的相关的法律 因为咱们省的居民住房的法律规定 房东在一年之内是不能涨租的 一年之内也不能涨租的 要涨要到第二年才能开始涨 还有涨租之前有没有规定要提前多少时间 要告诉那个租客 对 这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 一定要提前 我记得提前提前三个月 等于提前90天要给笔头通知 要给笔头通知 那按照安省的规定呢 他们这物品的维修费用必须要由房东来处理 但是房东说你使用那么久 你使用方法不恰当 你才弄坏我这个洗衣机 那这种情况又怎么办呢 那这种情况呢 里面有很多争议了 但是也许呢 我们今天不在这方面深入 因为这是涉及到另外一个地域 居民住房是一个完全的 跟咱们泛泛的合同法呢 没有这个有关系 但不是这个核心的 核心的 所以也许我们另外找个机会 我们可以找个机会 居民住房的权利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话题 再换一个方向来看 我们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 因为英语不好 他们在签合约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用中文 写完中文之后呢 他一定要特别强调 因为都是心里有点支持度嘛 他说本合同一师三分 当然是所谓三分有一个证人 然后呢规定的必须要遵守 若不遵守呢 就给予对方多少倍的赔偿 还有呢就是说 此合同以中文签订 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应 是不是这些都是 这么写呢 就符合法律的要求 光这么写可能没有用处 但是先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文签的合同 是不是也算合同 有效无效 在加拿大 原来讲呢 我的这个认为呢 还是有效的 有效的 中文的合同也是合同 但是呢 如果要到法庭执行呢 得把它翻成法庭能够接受的英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即使中文合同 本身法庭难以执行 但是起码它是一种口头合同的证据 起码说我们两个人达成协议 究竟是什么内容 这是一个相对可观的证据 就像我们 就算一个口头合同 我们昨天讲好了 今天怎么检草 但是我给他 今天马上发了一个信 或者发了个电子邮件 里面确认了合同内容 这个信 这个东西本身不是合同 但是能够帮助证明合同的 口头合同的内容 所以还是有效的 那第二个就刚才我说的 规定如果违反合同 你将赔偿多少倍多少倍 这样的是不是 大家双方签下来决定 可能是 或者我随便想安审了 或者加拿大指规定违反合同 就是一比一的这样赔偿 但是我想 为了惩罚性大一点 如果一赔偿 就按照三倍五倍这样的赔偿 这样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对